而當水銀累積在我們的身體上 它會消耗大量的酵素 而事實上,我們嘗試看看圖一B 其實袁大明在十幾年前 已經出了一本非常好的書 就是《西煙危害健康》 講關於疫苗 根本疫苗是很聰明 它出現的地方明明每次都是當病或感冒慢慢消失的時候 它就將疫苗打出來了 因為在過去人類歷史當中幾千年 你已經計算到流感的循環 每一次它們出來的時候,其實它根本是向下跌的 它就叫個人打了之後,原來全部入了它的數字 說是它可以的 所以袁大明這本書,如果你沒看過 你覺得我亂說的話,你可以看這本書 因為它裡面全部有歷史根據 讓你知道它們計算過疫苗的循環 就是它知道哪個時候推疫苗出來是最好的 當時其實那些流感已經慢慢消升力積 它們就全部歸功給自己 其實在現時來說,我想讓你知道 最好它能夠使得你不感冒 我講的是今年不感冒 是從今年開始一生都不感冒的方法 是吃維他命C和D 但是如果你是香港人,你要吃維他命B 我講BCD 這三樣要吃 維他命B是因為我們緊張壓力導致我們容易病 維他命B就會幫助我們消減壓力 而維他命C,為什麼我要特別講維他命C呢? 原因就是這樣的 其實維他命C,到現在來說 你會看到每日的提供用量 即FDA出來的那個用量 其實是根本不夠的 譬如說維他命C,你應該吃這個量 這個量,這個量,這個量 RDA這個量 其實是不夠的 這個量只是說你不用死 不是不用你健康 譬如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曾經人類就因為醫學 現在醫學是有這樣的研究的 他們因為要研究那些 用猴子去研究很多實驗 於是那些猴子 要盡量保持他最佳健康 發展他的智商,發展他那些東西 因為明白嗎? 如果他做了所有實驗之後 然後寫完論文之後 那隻猴子死了的話 那他的論文會收工的 所以他們要研究猴子 是怎樣為之最健康 他 定 發覺猴子 他吃的維他命C的量 是這個所謂recommend 即提議你那個量 多少倍呢? 誰想知道 是75倍 才使他最健康 你知不知 我們是低於猴子75倍 但誰比猴子聰明 比他做的更多 明白嗎? 原來其實我們現在說的維他命C 其實是遠遠低於我們應該吃的量 但是記住 如果你突然聽了我之後 回去吃幾倍就不行 是說你過去一個多兩個月 都有喝兩至三公升水 才可以的 所以我不會 一早幾個月前告訴你 等一下 不行的 你應付不了 你消化不了 其實諾貝爾 拿了兩次 諾貝爾的醫學獎 這個醫生 他到晚年 他自己吃維他命C的量 是十倍 誰想知道 就是你拿起一個瓶 那個瓶 那個瓶的維他命C 說要你吃一顆 他就吃十顆 而他到晚年 都完全沒有雙風咳 完全沒有 而並且原來 平均一個人 每一天吃他說的量 就是那個瓶上面 譬如一顆 你吃四顆的話 那你就已經 是不會再有心臟病 不會再有血壓高 也不會再有癌症 OK 為什麼? 因為去到這個量的時候 身體已經可以製造大量的雙氧水 第一 第二身體製造大量的什麼呢? 就是collagen 就是骨膠原 就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原來 為什麼沒有說 吃四倍以上的維他命C 四至六倍 是基本上 我們應該吃的量 總之不管你買哪一隻 他寫那個量 你就吃他的四倍 那 就會導致一樣什麼現象發生呢? 原來導致就是 我們的身體 用維他命C 可以製造骨膠原 因為我們會製造一個單位的骨膠原 就會消耗一個單位的維他命C 但是骨膠原 是用來做什麼的? 誰想知道 是用來去補 維修你所有血管 但是當我們沒有足夠骨膠原的話 血有酸性的話 身體就用膽固醇去補它 你用膽固醇補了之後 但我們又沒有足夠骨膠原的話 那個血管永遠都會用膽固醇 OK? 但是如果我們吃足夠維他命C的話 血管就立刻放棄那些膽固醇 將它融化變回膽汁 然後就會修補你的血管 因為細胞是要用骨膠原去修補的 OK? 但是問題是你沒有維他命C 你的身體是做不到骨膠原的 骨膠原的菜單 是要加上維他命C的 所以你會看到更多人 因為大量缺乏維他命C 而導致大量的血壓高 而沒辦法回頭的原因 是因為它缺乏維他命C 因為原來我們自己的祖先幾千年前 在身邊的環境吃任何東西 都是大量維他命C的 所以我們的身體其實自古以來 已經是依賴大量維他命C的 但你想想你日常生活有多可 如果有足夠維他命C 水果也不吃 生菜也不吃 那些就容易癌症 容易血壓高 但是問題是 原來你吃4倍至6倍 你放心 按著這個諾貝爾醫學長的醫生說 他說我們吃4至400倍的維他命C 都不會出事 唯一出事是什麼呢? 誰想知道 就是你吃一吃突然間不吃 你吃了4倍 然後你突然間以後都不吃了 這樣呢 是會搞出人命的 因為你的身體是有足夠 去大量收補 大量活動 大量活躍的情況 但是你突然間 明白嗎? 咳了去的話 就等於一間大財團 突然間個個都 全部不知身水 變成一個負值是很大的 所以變成 在說維他命C一直 為何醫癌癌症的量呢? 原因就是 它基本上是常人的4至6倍 有些事實上是吃10倍 如果患了癌症的話 但是記住 如果你沒有喝2至3公升水 就不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千萬不要介紹外面的人 根本 明白嗎? 每天都不喝水的 即是每天都便秘 你教他這樣吃 其實是要命的 不行的 你一定要喝2至3公升水 你才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是 講的是 斷10萬計的人 是用這個方法 而解決心臟病 血壓高 和糖尿病 是斷10萬計的 總之一用就馬上好 一用就馬上好 但記住 你有足夠的水分 然後呢 你就將維他命C的量 提高4至6倍 但是如果癌症的話 量就再提高 我講這個方法 不是疫苗 打完之後 上一季打完 這季又說感冒 明白嗎? 你現在在玩遊戲嗎? 我講的是 從今天起 你下半生 都不會再感冒 記住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吃了個量 都會患感冒 按照這個醫生自己說 因為你想 智慧可以打到的 維他命C 你會打到 打維他命C 你會找到這個醫生 以前所錄下來的帶 他講的定義 如果你還會患感冒的話 就是你吃的維他命C 是不夠的 只有這個理由 沒有其他理由 只是這麼簡單 OK? 所以剩下這一點 你都值回票價 對吧? 我們會長多謝神 我再講一次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聽 你不能喝2至3公升水 你不要立刻做這件事 OK? 建立一個月 起碼一個月至2個月的時間 喝2至3公升水 才可以用這個方法 OK? 並且你把量增加的倍數 是慢慢加的 不是你今天回去 整瓶噴下去 明天進去醫院 明白嗎? 我講的是慢慢加的 譬如你一向 那可能是維他命C 完全不吃的 那現在你先吃一個單位 它說會有一顆 那你這個星期會有一顆 下星期會有一顆 下星期會有一兩顆 再下星期會有一三顆 然後再下星期會有一四顆 你看它的反應是怎樣 而事實上 當你慢慢加上去 記住是加四倍以上 才有效的 才開始 你的身體是用維他命C 製造骨膠原出來 然後堅固你的細胞 你發現你的皮膚 都不會掉下去 因為它硬正了 我們講的骨膠原 就是我們做軟骨這些 所以你老人家整個縮光原因 就是因為它已經沒有骨膠原 有些人說你可以吃鳳雜 那些是常人可以做 但如果你已經喝兩至三公升水 用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可以吃維他命C 就可以了 記住按著諾貝爾的兩次醫學獎 他所說 我們人類是吃四百倍都可以 四百倍 不是四倍 都是會健康的 按著他所說 所以這條方法是最安全的 但是這條方法 自從他拿了獎 他講了這件事之後 是盡量被做疫苗的公司 蓋住的 因為利用出來 還有買 有人買他的疫苗嗎 是不是 現在美國 他的疫苗買到中國 全部都用錢買 是不是 好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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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